看一下,就是这个叫V2函数,其实主要是用V2函数 去做那个人事考评的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里面的话,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这边就是有相关的试题 那这个题目的部分呢,其实分成123 那这个123里面的话,我们大概直接跟各位讲比较快 那这里面主要就是针对住专、领主、办事员跟助理员 总共有四种支撑的人员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这四个工作表里面呢 都长得基本上结构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呢,你要把B,就是黄色笔的这个栏位 底下的这个空白资料,把它计算出来 也就是利用公式哦,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单位 你想说单位要怎么查啦 那你可以看到单位的话呢 这边就有个单位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实际上已经帮各位建立好名称了 你可以从公式的名称管理员里面找到有个单位 那单位的话实际上就是这边啦 那你可以看到单位就是101啦,102 那后面有它的单位名称 那主要就是说呢,这个单位名称要怎么查 首先你可以看到编号 编号里面的第几个字啊 第三个字,取三个字,其实就108 那108你要把108是哪个单位把它查回来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主别 主别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切到主别这边 主别的话ABCDE啦 所以其实主别应该就这个字啦 不想要A嘛,所以这个A 那也就是说你要先取得A这个字 那算一下应该在编号里面第七个字 取一个字 然后再去主别里面查 那这个主别呢,其实在名称里面已经帮各位定义好了 有没有,这边已经有个名称啦 所以这个对照表 然后再来就要升等 升等的话呢就是,这边有1234 1234的话呢,其实指的就第一个字啦 OK,第一个字把它抓过来 然后呢,再去比对升等 不过呢,升等比较特殊哦 就是说,你抓的话你可以用Lapt 但是你可能抓到的字的话呢 可能看起来是数字 但是因为你是用Lapt的函数,它是文字 所以它会变成1的文字 那可是后面升等的这个,它是1的数字哦 所以如果你假设两边你要比对的话 那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呢,如果你要查,它会跟你讲查不到 那你说老师不是都1吗 不一样,1的数字跟1的文字不同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查第一个字 那考核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这个啦 这三个成绩的平均 所以呢,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呢 你需要把甲是几分 跟A减是几分 这三个成绩查完之后 把它平均一下 就是它的考核成绩 那它的比式成绩的话呢,就是这个啦 那这个比式成绩是,这个的成绩乘上30% 那我们用0.3,这个成绩乘0.3 这个成绩乘0.7,就是它的比式成绩 那核计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成绩乘0.6,就60% 加上这个成绩乘上0.4,就是它核计 最后呢,算完之后呢 再把名字排完 这一题就解决了 OK,那首先我们来 先做第一个啦,所以前三个先完成 先查108是哪个单位 那首先那已经两个 步骤 第一个步骤的话,我们先插入用文字函数 那文字类里面的MID 我们先去针对编号里面 取得第三个字 3,那要三个字 取得108,OK,第一个吧 第二个的话呢,再把这个108 就是MID的公式减下来,不包含等号 然后呢,查怎么查 一样呢,插入函数之后的话呢,找到 减式与参照 里面的最下面一个吧,OK,最下面一个是V函数 那以后的话,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查表格的资料的话 通常会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好,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刚刚的公式,所以它会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LugarValue,你要找什么,我要找108 所以你把公式贴上,这边会108 第二个问题是说,那请问一下你那个对照的表格在哪里 那个Table指的是那个表格啦 那那个表格,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定义好名称,所以按F3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单位嘛,所以你找到单位 按确定就可以了,这个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不是101 在第一栏嘛,然后它的名称 所以呢,我要 查的一定是第一栏 V1C特别注意,它有个特性 它只能够 针对 表格的第一栏 做资料的查询 它不能针对其他栏,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所以呢 第3个问题是说 那请问一下你查完之后呢 你要把 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因为我要查这个第一栏 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第2栏 所以这边输入2就可以了 第4个问题呢 Range Lookup 那如果我找不到108,我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呢 所以Range Lookup是说 如果找不到 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你输入1是要 也就是找不到108,它会找 往下找,找107,106,105等等的一直往下找 那 当然我如果不要,我要完全精确的话 那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OK,一般是输入0,0的话就4,不要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告诉我找不到 他会跳错误讯息 那我就让他跳那个错误讯息,按确定就OK了 所以哦,1,2,3,4个问题都给他了,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因为单位已经是名称啦,所以不需要加签的符号 那组别的话是在中 这个A嘛,那应该是第7个字,所以我最近使用过的 MID 然后 他在编号里面的第7个字 那我要取一个字 A OK 那第2个步骤,一样先把公式剪下来 插入最近使用过的那个VILO函数 然后把 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找A 去哪边找 F3 去组别里面找 找到之后的话呢 一样 给我第2栏 不要找接近的 输入0 OK,按确定 所以 这个就 帮我 查完了 OK 下下填满就OK了 那最难的应该是这个 升等 升等的话是第1个字 所以 擦入环数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LEFT 所以用文字类里面的LEFT 取第1个字 LEFT OK 然后呢 编号里面呢 帮我取第1个字 那取回来的话呢 一定是文字1啦 OK 所以呢 如果假设啦 你如果没有 先转换 成 那个 文 数字 文字转数字的话 你直接去查的话 好像我们刚刚不是 查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那个VILO函数 把刚刚的这个 E 放过来之后 去找什么 F3 那这个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 这个应该是 什么 升等吧 这个 那你会发现喔 他的E 前后没有双引号 可是你现在是有双引号的 所以假设啦 你 照 刚刚一样找第二栏 然后呢 不要找接近的 OK 那你会发现喔 可能你乍看之下 两边 两个都是E啦 可是你按确定之后 他一定会出现错误 如果错误的话呢 一定是请字号开头 那N的话是Nut A的话是Available 那意思是说 找不到的意思啦 OK 他就出一个讯息 找不到喔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 好像前面有讲过 你必须把文字1 转换为 数字1 那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外面包个什么 包个Value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啦 直接打一个Value 那我是 推荐另外一个方法 可能 比较 如果你假设啦 这边在打勾 他会跳出来 但是他不会提示Value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直接怎么样 把游标停在 这个资料编辑列上面 在Labs 的 左边 点一下喔 那你打一个V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这招应该 比较聪明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怕Value这个字 背不起来 你只要记V就可以了 他就会跳Value 然后你把它点两下 他会跳Value前刮符 这个时候呢 请你在那个Labs 豆点的 左边这边点一下 再补一个后刮符 记得后刮符不要补错位置喔 OK 记得是在 因为这个Labs 的结束啦 反正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对了 用Value包起来之后呢 他就会把原来的1 文字1 变成数字1 OK 特别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容易出错的 然后打个勾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他刚刚会出现那个 紧na错误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错了 为什么因为 我把它转完之后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1前后就没有双一号了 因为经过 Value这个函数之后 它就会转成数字 OK 好啦,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 前面这 三个 D、D、E这三个栏位先完成好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哦,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